欢迎收看小鱼饮品课堂 这一堂课呢给大家带来一款不一样的柠檬茶 深椰柠檬白月光 做这一款产品呢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用椰浆来做 做好了以后非常的容易产生分层 而且还有漂絮状 然后呢今天这一堂课呢我用深椰椰子粉来做 带大家做一个技术上的突破 这样做出来的产品呢基本上是不会产生分层 还有漂絮状 非常的方便啊有助于使用 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他所需要用到的原材料啊 一个呢是茉莉小白亚的茶叶 深椰椰子粉 广东香水柠檬啊 果糖 椰子丸 好了简单的原材料就介绍完了啊 首先呢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泡茶 大家呢仔细的看一下哦 好首先呢我们取一个凉杯啊 我们在凉杯里面放入我们50克的茉莉茶叶 我今天演示的这个茉莉茶呢 是我们非常好卖的一个茉莉小白芽啊 放入50克的茉莉茶以后呢 然后呢我们再取一个凉杯啊 接入1200毫升啊这个热水 接入完1200毫升热水了以后呢 我们一定要给他拿个温度计啊 给他稍微冷却一下 冷却到70到80度啊 茉莉的水温啊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非常的热啊 泡出来的茶叶会比较色 一般70到80度啊是真正好好的啊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这个呢演示的是一个比例啊 大家做的多呢比例啊是可以放大的啊 我们这个茉莉小白芽泡出来也是非常清香的 好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的水温啊已经到达80度了啊 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把这个水啊 直接倒入到我们这个茉莉茶里 然后呢我们盖上盖子啊 计时8分钟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豪升啊跟克啊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啊 豪升呢是容积单位啊 克呢是重量单位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取一个凉杯啊 我们在凉杯里面啊 放入800克的冰块啊 放入完冰块了以后呢 我们取个茶袋啊放入上面 然后呢我们就等待啊 这个茶叶给它泡好啊 在这里跟大家说啊 刚才前面呢跟大家说过啊 我们这个比例呢 你要做的多啊就放大 你可以放大两倍啊三倍啊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你一放大 它的所有的数字啊你都放大 但是呢它的泡茶时间啊 你是不要放大的啊 好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等待啊 这个茶叶的泡茶时间到 好泡茶时间快到了啊 泡茶时间到 时间到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茶汤啊给它过滤出来啊 大家看我们过滤的时候啊 这个茶袋啊要慢慢的往上提 最后这个一滴一滴往下滴的这个茶汤啊 就不要了 过滤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茉莉茶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子呢我们的茶汤啊就泡好了 泡好的这个茉莉茶呢 五个小时之内呢是最佳的 最长呢是保存一天 但是呢不能过夜哦 好了茶汤泡好了以后啊 这个时候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一步啊 怎么样调我们的一个夜汝 我们呢取个电子秤 然后呢在这个凉杯里面啊 放入100克的一个深烟椰子粉 这个椰子粉呢我们是特调的啊 然后呢加入啊100克的一个滚烫的开水 我们呢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啊我们再补上100克的冰块啊 再一次呢给它搅拌均匀 做出来的这个夜汝呢大家做的多瓦比例呢是可以放大的啊 你可以放大两倍三倍五倍都可以 然后呢保存时间啊也很长啊 我们呢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啊 能保存的时间呢基本上一到两天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现在呢我们开始来制作饮品啊 500的和700的都有教学 首先呢我们取个雪壳杯 在雪壳杯里面啊放入五片的广东香水柠檬 然后呢给它加入啊少量的冰块给它垂打 把它的汁啊和纤维啊都垂打出来 垂打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加入啊20毫升的一个果糖 然后呢我们加入啊我们调好的一个椰乳啊150毫升 茉莉小白亚的茶汤呢我们加入啊100毫升 最后啊我们补上大量的冰块啊和少量的冷水啊 倒打500毫升啊给它雪壳摇匀 雪壳摇匀了以后呢我们取个出品杯啊 在我们的杯子底部啊放入我们的椰子丸 然后呢把我们做好的饮品啊倒入杯中啊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然后呢做好了以后啊 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700毫升的大杯啊 取一个700毫升的雪壳杯 放入呢广东香水柠檬啊7片 然后呢加入少量的冰块啊给它垂打 一定要把它完全的汁啊和纤维啊都垂打出来啊 不然呢柠檬味啊是不够的啊 然后呢我们加入啊果糖25毫升 调好的一个啊特调椰乳呢200毫升 都加完了以后啊我们加入茉莉小白亚的茶汤啊120毫升 最后呢我们补上大量的冰块和少量的冷水啊 到达700毫升啊给它雪壳摇匀 雪壳摇匀了以后呢我们取个出品杯啊 在我们的杯子里面呢放入椰子丸 然后呢我们把做好的饮品啊直接倒入进去啊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这样呢我们中杯啊和大杯的啊深夜灵蒙白月光啊就做好了 经过呢我们技术的一个突破啊 整体的这款饮品啊不仅是口感啊是比较好的 而且呢最重要的呢就是不容易分层啊和产生漂虚状了 好了这堂课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咯 大家呢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给我后台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